感谢主 感谢天父 今天我想讲的信息是讲到 当我们有圣灵工作的时候的平衡 其中一个平衡我想讲的是 圣灵的工作要进入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魂 很多人在圣灵的聚会 就会追求经历 如果经历不进入思想 对人的改变不大 例如我自己在1998年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立刻就会反思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当这个布鲁佳一按手的时候 真是电流地进来 还有很大的爱进来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我回去看圣经 圣经是有讲到神的能力 神的爱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心里面真的很感激 我很感激 我不是只是追求那个经历 对于我的属灵生命和事物有什么不同呢 就进入我的思想 就是说 这件事一定在我生命中计划 而在《摄罗主席》第一章八尺 讲了这件事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着能力 就要在犹罗沙拉 犹太全地 做我见证 目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初经历圣灵 我是对圣灵工作不熟悉的 不熟悉 我要去学习 我就参加很多不同的聚会 但我参加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失望 为什么有些失望 是很多圣灵聚会 是没有讲大使命的 因为耶稣说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作见证 而大使命 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字 那里讲到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还有跟着还有什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门了 所以里面讲到三个部分 第一 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不是只信徒 不是只信徒 是跟从他的 是学生来的 门徒 接着就是奉耶稣的名 受洗 洗在进入神的药 新药里面 和神有份的 是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例如你和他戀爱一段时间 你不会说 我们不如戀爱一世 戀爱一世是好的 不过戀爱一世 你也会结婚 我们永远保持戀爱 只是拍拖的状态 永远都不结婚 对方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永远都不结婚 好自然 我们和神就会有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受洗 然后凡耶稣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 其实基督徒是有责任 做了耶稣吩咐的 耶稣说的吩咐 我将它分开三大类 有六点 我希望大家记得 就是得救的方法 就是悔改顺主 一起说 得救方法就是悔改顺主 悔改顺主 然后呢 得救的表现 得救表现是有哪样呢 有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和救人有关的 一起说 第一 一起说和救人有关的 第二 和关系有关的 第三 和行为有关的 那 这三类就是分开六样的 和救人有关是什么呢 第一 一个人得救的表现就是 继续悔改 信靠主 一起说 继续悔改 信靠主 希望大家记得 第一 和神救人有关的 就是你信主的时候 都是悔改信主 但不只是信的时候 以后都是 继续悔改信主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关系 亲近神 和爱神 一起说 亲近神和爱神 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是尝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如果不在他里面 就好像 枝纸雕在外面 枯干人 拾起来 轰着火 没有和耶稣的关系 就会有问题 而且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 可做可就 所以 爱神是 我们信主之后 必然的 神这么多恩典 是否应该 多谢他 爱他 感激他 欢喜他 爱他 和做耶稣所吩咐 然后行为有关 就是什么 遵从和侍奉 一起说 遵从和侍奉 就是说 因为圣经说到 凡清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到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 的人才能够进去 到那天 有很多人跟他说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为二流吗 但是耶稣跟他说 你活着是 藏我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因为他没有遵从天父的旨意 所以没有遵从天父 就是说有些人回教堂 但是他没有遵从神 那些是不得够的 但是 几时不得够呢 我们不能去判断 那你就看到 这个人行为很弱很弱 那我们就不要去说 你不得够 而是建立他的灵命 给他 鼓励人去跟从神 我常常都会这样说 用神的恩典推动 神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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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奇妙计划 你跟从他 他就进入这个计划 很多 你先求神的国同的义 这一切加给你 神就祝福你整个生命 就是用恩典来推动 然后呢 第六样呢 就是侍奉 在马太二五章 就讲到三个末日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 就是五千 二千 一千两元 按财贡受审判 那一千两元 他将钱是怎样的 埋藏在那里面 那这个人呢 要赶去哪里呢 赶去黑暗里面 外面黑暗里面 那这里是不是天堂 黑暗 这个不是天堂 然后呢 那些没有造在小子身上 这个第三个比喻 绵羊 山羊的比喻 那些山羊没有造在主的小子身上 就是没有造在主的身上 那些人要往哪里去呢 永刑 所以呢 就是说一个人 他信主 但是他没有生命的改变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但我们又不要说 他没有侍奉我 他不得救我 我们不需要去判断这个神 有些人甚至说 十字架上的强盗 他都没有机会去侍奉我 其实他有 因为他荣耀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荣耀耶稣 他够胆为耶稣说话 其实他已经是荣耀耶稣的 就是为一个人真心信主 他自然就会有这些 就是他很自然地会有这些改变的 那我们都需要训练 需要去提升 然后呢 进入这六样的 大家记不记得 三类是什么 和救恩有关 第二呢 关系有关 第三 行为有关 那你随时告诉别人 信主就是什么方法 悔改 信靠耶稣 好了 和救恩有关 就是哪两样 继续做什么 继续悔改 信靠主耶稣的救恩 接着呢 关系的是什么呢 亲近神 和爱神 然后跟着 行为有关的 遵从神 和侍奉神 这六样 就是说这个是得救的必然的表现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是应当有的表现 当他没有的时候 就他的身份有问题 ok 那就是说得救之后 应该有这些表现 那圣灵充满的目的呢 就是叫我们能够去传阳福音 凡耶稣吩咐都教训他遵守 就是说这六样都教他做 对不对 那我就去参加圣灵聚会 那我参加的时候 我参加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现象 有几种圣灵聚会 一种就是圣灵恩高 很强烈的圣灵恩高 那我自己很渴慕的 因为我有个目的 我一经历圣灵 神就给我的机会 在我教会 立刻有人要求我 为他按手祈祷 赶邪灵 那我立刻做 发觉有能力 然后我就开始为教育 按手祈祷 他们都经历到圣灵 那我就开始整个教会改变了 而在当时的教会 就兴起了 有些人成为传道人 有些成为宣教士 在里面兴起了几个宣教士 有去日本的 有去东南亚的 有两个去东南亚 有两个去日本 另外有在香港做传道 和牧师的 在当时 神就使用我 兴起他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 圣灵要做的工作 那我去到 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有些人 他会追求聚会 就是聚会 他追求聚会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 我曾经去靠一个聚会 我认得过人的样子 他两三年之前 又是很强烈反应 又吐啊 又吐啊 又哭啊 很激烈反应 然后那两三年 都是这样 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其中一件 我就觉得 有些人好像追求 经历 整天都要释放 但永远都释放不完 就是他没有处理好生命 这是第一步 我觉得 有些人 也有很多人 有处理生命的 不过有些人没有处理生命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我发觉很多没有强调 你经历圣灵有什么目的 因为圣灵 国难身上就是 要我们得着能力 去传呼音 而有很多聚会 我就很欣赏 因为我已经有这个目的 去传呼音 和建立灵命 但我去到法国 有时讲完 未必是会做这件事 其实我不是去批评 我只是说 我想教证大家的方向 不要给只是一些聚会特会 来带领我们的方向 不要说 特会就是做这些 我就做这些 而是说 这个对于我的灵命 我跟从神有什么帮助呢 我有没有走到这条路 因为我只是经历呢 有些聚会真的很劲烈 真的好像火那样 圣灵的工作 真的好像火一样 不过 结果又没有下文 又没有说到你以后做什么 我开始有些失望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另外呢 有些是先知性的 这些我也是觉得很特别的 譬如我都给刘畜村牧师祈祷 很特别的 他直接说得出 他都没有认识我 即是不认识我 一说就说出有人攻击我 即是有几群人攻击我 很特别的 不过我又看到有些人 去追求这些先知性 又是有一个 好像只是想听下先知说什么 而希望听到一些 你将来成为一个偉大的人 将来你会大大被神使用 你就会被高升的 只是好像想听一些好听的说话 但其实这些说话 圣经说了 圣经说你尊心爱神 因为他尊心爱我 神话 我就要将你升高 叫你放在高处 叫你成为尊贵 神话了 你听神话 就一定祝福 但有些人总是想追求这些东西 我想说什么 就是我们经历圣灵 我们追求行神的路 我想说就是 我们追求行神的路 就是这几样 我们有没有继续悔改 真的我有什么罪 我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激气怒怒 我都处理 你上网找叶牧师 你会看到很多教 如何处理生命 第二个就是 我是否继续拔着耶稣 耶稣真的好了 我信靠他 拔着耶稣有两种 第一种 耶稣你都不来帮我 耶稣你什么时候来 这种是没有信心的 拔着耶稣 有信心是怎样 耶稣我知道你常常爱我 常常都祝福我的 我没有问题 因为有什么问题 耶稣真的帮我 觉得有困难 不要紧 耶稣一定帮我 这个很重要 我们熟灵上 侍奉一定有困难 但有些人就会burn out 哎呀死了好惨 我没有力 就因为他没有从神得力 但你持续从神得力 就算你多软弱 多烦恼 你就说 神一定帮我的 不要紧的 我都记得我那时候 第一 就是神奥院毕业 立即出来侍奉的时候 因为有同工的 背后的批评 那时候就很烦 那时候我那时候 没经历圣充满的 但我就开始了一样 我经常说 耶稣开恩可恋我 求你念问我 那时候我不懂得 圣充满的 我只是说 耶稣你开恩可恋我 你不问我 帮我 那时候 时事地呼求神 我鼓励大家 有信心 当时我相信神帮我 但灵不够开 我希望大家 灵开 以至我们得到医治 即是继续信靠 继续悔改信靠 而继续信靠 渗留神 我们经历圣灵 其實与以前和不大不同 为何 为何 有很多人祈祷 因为他真的是个不胃祈祷 祈祷 求 ministry祈祷 我的儿子 我太子 我私议 我健康 我寻健康 我教会 我香港 真的都整理的 那做些什么 有人问我 我跟你ús灶了 那要说什么呢 祈祷就是 向神的报告 跟 可To哥要求 就是像是神ологens 但其实我们亲近神是可以宣告神的恩典 神在爱我的神 祝福我的神陪着我的 神带着私恩给我的 宣告神的恩典以后我回应神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神的爱来我这里 我们又去回应神 然后我们也回应神 神我愿意给你使用 我愿意将我生命给你 同时有什么呢 也都代讨求神祝福教会 祝福这个地区 这样祈祷的时候 你就会首先得力 首先你祈祷在神的同在 第一就是专注祈祷的时候 可以一直在爱我的神 多谢主耶稣 现在在爱我 大家可以在这一阵黑门眼想想 一直在想着耶稣 爱着耶稣 耶稣在爱我的神 多谢天父 你在爱我的神 你在和我一起 陪着我的神 这样你的心 专注在耶稣 主啊 我很感激祢 你真的如果心发出 只是悟性的祈祷 没有灵的祈祷是怎样的 就是这样说的 神啊 我感激祢 只有一个口说 但是我们学习 神啊 我真的很感谢祢 从我心底处有祢真好 有永心真好 有神和我一起真好 有圣灵真好 有神陪着我真好 多谢祢 由我心发出 多谢祢 那是很容易得力的 一个就是神的恩怜 一个就是回应神 你就会很容易得力 就是这样祈祷就得力 然后呢 你就代祷 求神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周围的人 你也提醒你的生命 神提醒我的生命 至于你的需要 你说了一次就可以了 神知道的神是很有记性的 神不会忘记你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求 我很少求的 因为我知道神知道了 反而我求神为我开路 感动这些人 也帮我整个生命活出来 有神的生命 亲近神 然后呢就爱神了 学习 我很喜欢神 很感谢神 这些全部都要有魂的配合 不只是灵 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灵 啊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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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未必进入思想的领域 因为神做人不是灵的 是有思想 那思想会带我们去做什么 这个就是经历性的很重要 要入脑 不要只在灵里 不要只在灵里 要入脑里 让我们在生活里 活出来 我为什么活不到 烦恼 为什么不开心 为什么困难 我们处理 然后我们活出来 亲近人 然后遵从 我怎么开始遵从神 走神的路 祝福人 爱人 见到人 微笑 关心 其实不难 心态就是说 我做什么神都欢迎 因为神比我们 其实神的标准很高 不过神给我们开始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说什么呢 你只是将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女一口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能不得上次 因为耶稣是令到我们容易的 所以你给你的子女都是容易的 你很乖的 虽然他做得不够好 写些字都是弯弯曲曲 你都写得很漂亮 都很努力 那你就欣赏他 那他就会进步了 神也是这样的 他都说得很容易给我们听 于是我们就尊重神了 见到人就关心了 问候 为他祈祷 他说过他的问题 我们下次又记得了 或者去探访他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人的灵命 这个是遵从 以及侍奉 如何做作人的身上 就是做作主的身上 就是说 如果要进入这些领域 一定是进入我们的魂 我们的思想 以及计划行动 一定有计划行动 有些人就 他就 就是我见过有些人说到 这个我不会否定 是有些人是可以这样的 他会是整篇道 是完全没有idea 说什么的 他到时 圣灵感动他 我见过有些人说得很好的 不过我也都见过 有些人真的 我觉得很乱 其实我觉得人应该预备好 预备好之后 神感动他 他又可以发挥 但是不是说 我每次都不预备 那我就祈祷了 到时到后 神感动什么 一上台的时候 好 这个人有的意念 立刻出 这个我觉得 是没有用到魂 就是说 我们被神的灵带领 不代表我们不用我们的魂 神是想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们的灵 都是跟从神的 所以这个 就是说 我今天所说 就是说 让神 圣灵的工作 进入我们整个人 思想意志感情 和灵 不只是进入灵的灵域 好了 这个部分 我就说到这里 就是说 我们想想 我们经历圣灵之后 我们进入 什么的灵域 我们怎么进入 有什么困难 是否家人 所以我做不到呢 是否我的情绪问题 所以我做不到呢 这个需要大家回去反思 就是说 是否我的 最多人就是情绪 和人的问题 最多的 这个就是影响 很多人走不了神的路 但如果你每天都说 神在爱我 不要紧 人能把我怎么样 有些人说 帮助我 我必不懼怕 我是不用怕的 神一定帮我的 这样的时候 有什么人 因为 针对我们 对付我们 我们也不用怕 或者发脾气 我们也不用怕 我们不用怕 我整个活在神的平安 喜乐 而我 我就求神 让我策略 譬如有个人对我不好 我会怎样 假设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第一个策略 就是我不给他影响 他说什么不好 我不给他影响 他说什么 因为他不成熟 才会这样说 他受很多伤害 所以我第一 不给他影响 他说一些伤害说话 不要紧 但我又会求策略 神 求你给我自为 我怎样回答他 这个是每一个情况不同的 我怎样去跟他谈 而他不觉得我特意去冒犯他 而是觉得 感觉到我给他 他是在爱他 他就可以逐步的改变 我希望大家都会刻意去处理我们的生命 以至我们有策略性 很重要的策略 策略很重要 譬如今天你会来是策略 为什么呢 你是选择不留在家 做你的家 你家可能有很多事情 为什么你今天选择来呢 是你决定了 然后你有一个行动 你留下这个时间 你特意来的 这是一个策略 我们在人生 每天都有策略 也都有每年的策略 以及整个生命的策略 有些人全面做的就是眼前的 眼前要做什么呢 上班 回家煮饭 吃饭 要做什么家务 做什么 眼前要做的东西 他永远做眼前 他就做不到有些重要的 未必是眼前需要 譬如这样 读圣经 是你读不死的 我说 灵可以死 不过你的人不会死 所以有些人就将读圣经 拖辞 就不读了 祈祷也有很多人说 我不祈祷也不能死 将那些重要 或者我如何发挥生命 如何侍奉 我如何走这条路 很多人就将这些重要的东西 就放下 这些重要 一定是Urgent 即是紧急的 Urgent 和Important 有很多人就是 Urgent 的就做 但Important 的就很多没有做 我希望大家都 好像我这样 神给了我这个动力 就是我会做Urgent 的事情 今天预备信息 我要和你们有信息 我要做的事 我一定要眼前做到 但我也有长线的计划 我长线计划 虽然我每个星期都这么忙 但我就会计划 我如何去宣教 如何去祝福人 如何提升我自己 今天有一个姐妹在外面谈 有时都会给我一个提议 我太太有时都会给我的提议 这个姐妹给我提议 她说 义务师 你会不会不开心 我说 不会 多谢你 我是刻意选择接受意见的 这个就是我的策略 有人给我的意见 我是刻意接受 这个就是让我提升 让我能够进入神的策略 如果我没有的时候 我进入不了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我们的魂 和我们的灵一起合作 我们才能够整个生命发挥 我第一讲到 今天所讲的就是 让我们都有目的 可以吗 刚刚这个常怀部分所讲的就是 经历圣灵要进入我们的魂 一起讲 经历圣灵要进入我们的魂 进入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 进入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 我们人生需要策略 不只是即时的感动 是需要策略 需要计划 需要计划 需要行动 需要行动 而这些策略 有很多难阻的 大家知道 家人的情绪 懒惰 有些人是习惯 在家中 有些人有空 坐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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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午了 又睡又睡 又睡了很久 这些时间很快就没有了 浪费了很多普贵的时间 这是需要策略 反省一下 为什么我的时间这么快就没有了 为什么我这么多事情做不到呢 其实这也是一生人的计划 例如我自己 我感谢神 神给我很努力 我的极端是什么呢 我要叫自己 不要这么吹逼自己 因为我经常心急 所以我洗碗 经常想着洗碗 我就快点去写 我变成心急 我快点有压力 我就要学习 不要有压力的状态 但是我在人生之中 神是给我的 不同时间 每天学不同的东西 譬如彈琴 彈吉他 为人祷告 如何在圣灵因高 如何解圣经 神一提示我感动我 这个发扬受属性 查经法 我真的觉得很好 即使我们在六点时 曾经查过一段经文 真的看到神那种 神帮助我们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 就是这两节 我们讲了几个字的时间 就是说 神帮我们 即是说 有几样的神的属性 神有能力帮我们 神不少我们 祂愿意帮我们 祂知道你需要什么 祂就帮你什么 这里看到神的 帮助方面的属性 没有人能够抵挡 即是说 祂能够胜过一切的能力 祂是得胜的 祂也知道 谁是抵挡祂的 祂会拦走祂 祂知道谁是跟从祂 祂会帮助祂的 神的帮助 是能够赐给我们的力量的 就是由这个经文 我会找出 神的本性 当我这样的时候 这样查经 我就会看到 神真的好 神都关心着我们 他不单止 有些人想到神 就很远很远地按着我们 在这里想祝福 神不是只有这样 神是有策略的 你需要什么 你有什么难阻 祂知道 祂就会针对你的情况 加给你力量 你有没有发觉 你的帮助 是针对你的情况 不是说 神很想力量 神就给你另一样 神是给你需要那样的 这就是神的特质 祂有这个力量 又关心我们 所以当我整天看到神的美好 我就很喜欢神 所以我整天都开开心神 感谢神 当你开心 有起落的恩高 又可以传递起落的恩高 我们的聚会 也有好几个人 是有起落的 我希望将来我们 每个人都有起落 起落的灵 好了 我所说的就是 我们处理生命 以至我们的生命 有经历圣灵 进入我们的魂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感情 以及我们的生活 里面有策略 那我现在说下一点 就是我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就是说到 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不是侍奉 第一个是生命 耶稣是很特别的 耶稣就是说话 每一句都是 你答真是很甜很漂亮的 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借你来 摆大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字 我就试你不得安息 这个经文 我们看过很多次了 但这个经文其实很特别 因为耶稣是一定有这个拒并能力 他自己一定是很轻松 他才可以答应人 我们不能答应人 你跟我们一起一定是很轻松的 我们没有这种能力 但当人有神的灵进入 他真的整个人就会松 神有这种能力 他也不介意人 你多重 但是神是不介意 因为神见惯人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见到人有压力 他不会排斥你 他不会看笑你 他会看重我们每一个 他真的会祝福 这个第一步 就是将你的重担释放 我们祈祷也有很多人释放 但下面是很美的 跟着耶稣说一句话 我心里幼和谦卑 有一次我在祈祷的时候 神忽然间 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 神很游和 很温和地来到我们这里 谦卑 什么意思呢 他很谦卑服侍我们 跟着耶稣就说 你来那里 我就叫你得安息 耶稣就说 我呢 我里面是游和 很温柔的 我很谦卑服侍你 所以你不用怕我不帮你 你不用怕你不配 你不用怕你不合格 我会温柔 然后就说 你负我骗 学我的样式 负我骗 就是 负耶稣的责任 就像牛耕田 在这个颈子里 你负耶稣骗 学耶稣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你的心就会享受到安息 这个安息比第一个更加深 第一个就是说 凡路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但这个就是说 你的心里就能够享受安息 就是一个深层的安息 而这个深层的安息 是由哪里来呢 就是耶稣的游和谦卑 有些人上天堂 他也说到一件事 就是说 他一见到耶稣 立即感受到耶稣的那种温柔 他的爱 很多人说 都是很特别的 那些去过天堂 就很喜欢讲神的爱 那些在世上用人的方法侍奉 有很多律法 就是很多时候 你没有听话 你不悔改 你得罪神 你要跪下 你要祷告 认罪 这些是没错 不过 有时人会用只是律法 就像父母教子 你不听话 快点 扭义仔 认错 你做错什么 快点改 只是一个律法 但是那些人上天堂 他的经历是什么 是感受到神的爱 耶稣的爱 就感动他 其实这个经文就告诉他 耶稣就是这样 充满游黄和谦卑 你来到他那里 负耶稣的骗 和耶稣一齐侍奉 和学耶稣的样式 你的心里就必得很安息 然后耶稣最后一句说 因为我骗是容易 我的淡子是轻散 很多人说 不是我骗不容易 我照顾家里很难 我照顾家人很难 我侍奉很难 我很多问题很难 但是这个经文如何 我在祈祷的时候 很多次都会想 怎样难 为何又难 为何又容易 为何又容易 在祈祷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在祈祷 会这个经文 一直一直 一直 一直 其实我不是故意去想 而是让那个经文 一直带着我 就是让那个经文 一直带着我 那我就会看到 耶稣欺骗很容易 耶稣一定帮我 因为耶稣柔和谦卑 祂一定会很谦卑地帮我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根据父句骗 学他的游戏 是很容易的 他的骗是容易 但不是轻散的 那我就会看到 这个图画 在事奉中 有些人就很大压力 很辛苦 或者照顾家人很辛苦 或者照顾自己很辛苦 很困难 但是另外有些人 就很轻松 为何轻松呢 为何可以轻松呢 就是整天在耶稣那里得力 整天跟耶稣一切 就会有很多恩典的 整天恩典就是 整天耶稣在爱我 这个是我其中的重要的教徒 就是分别恩典和律法 就是整天在恩典里面 但我又会遵从神所有吩咐 整天在神的爱中 神在爱我 神在帮我 神在帮我 神一定会给力量我 神一定会提升我 所以他一定会帮我 所以我的侍奉是容易的 神会改变人的 譬如我去不同国家 有些人都问我 为何你认识那么多国家人 其实我不是的 我真的在开始的时候 很奇妙 就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介绍我 一个人介绍我 去一个地方 然后去完那个地方 又有其他地方 一路介绍 现在越去越多 神就会开这些路 并一神给我聪明智慧 他给我这些不同的教导 那我呢 很多时候这些教导都在祈祷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多数放一支笔在那里 我便写下了 我又祈祷 我又有意念出路 我又再写下 是很多好的意念 所以呢 我们要走神的路 第一 不是要先做 第一 在神面前平稳安静 神一定会带领我 神是柔和谦卑 祂一定会帮我 祂很谦卑地帮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放松 养成一种什么呢 温和的性 这种东西呢 我也是 有时心急 有时会有点猛 就是人种 不是那么柔和谦卑的 我们要学 我知道 便留意 再留意如何 轻松一点 因为神会自 会提我 会帮我的 例如我说到洗碗 我洗碗的时候 不惯着 一会儿要写东西 那我就心急 那神就提我 其实 你的时间在我手中 你心急 你的心就硬着 你一会儿做不到 但你的心轻松松 在洗碗的时候 你轻松松一直享受我 我的内容就会改变了 我的内容改变 我写的东西就会不同 即是说我们的质素 其实呢 我们的质素 我们的质素 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我们跟神的相处 当我们跟神相处 有神的平安 喜乐和爱 那人就轻轻松松了 轻松松呢 你说句话 都柔和 你有没有听过 那些猛烈的基督徒 跟别人 劝别人 你不祈祷 那神就罚你了 你这样一样 你不听话 你这么多不好的东西 你要面对神的 这样的时候呢 人们听到也都觉得很 这个说的人也很猛烈 听的人也觉得很大压力 但如果我们跟别人说 神很爱你 神体从你 你现在跟你说 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现在跟你说 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你个人都是宝贵 神一定要提醒你的 而且耶稣站在那里 叫你说 我是柔和谦卑的 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了你的需要 我知道了你的问题 我知道了如何帮你 我很想帮你 我一定帮你 我不会扔下你 我不会不理你 我会加力量给你 只要你来到我那里 因为我骗很容易 很轻散 当你把这句说话内化 在其他时候应用 耶稣的骗是容易的 耶稣的答案只是轻散 你一直重重这句说话 耶稣用Nata 你可以这样去祈祷 例如那句 耶稣柔和谦卑 心里柔和谦卑 我去祈祷一句 耶稣是很柔和 很谦卑 很温柔 你对着我们 是不冷准的 你是很温柔 你是很谦卑地服侍我们 你不计较我们失败 虽然我们是悲鸣 但你降低自己 来很谦卑地服侍我们 你真的很温柔 真的很体贴 你真的不计较我们 不计较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是不断地提升我们 你真的很体重我们 我在其中的时候 将这句说话内化 又是我负耶稣的骗 我做耶稣叫我做的 我要学耶稣的生命 耶稣那种柔和谦卑 那种温柔 那种爱神的心 爱人的心 然后呢 我就说耶稣更加是容易的 是很容易 不用担心 不用急 因为神会有他的时间 神会说 你洗碗洗得慢 所以你写就写就少了 神不会跟你说 神会说 你洗碗的时候太急 所以你写不到好东西 所以我就要学 洗碗的时候轻松一点 不要紧 那时候就享受神 就是多些时间享受神 我们的生命的质素就提升 是的 我们多些享受神 你的情绪会改善 你和人家和会改善 你的说话会改善 善人和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和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爱 我真的觉得那次祈祷真的很好 我连续几日都用那个经文 耶稣好柔和谦卑 耶稣好耐性 慢慢服侍我们 一路感动我们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耶稣真的好 耶稣真的好 我可以很轻松 因为他骗很容易 他淡字很轻散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很轻松的 没有压力的 哈利路亚 心可以松了 你的心现在松了 松了 完全松了 没有压力的 哈利路亚 我在其他时候 我就会这样 一步步 神引领了我 进入一个二年 我就会一路入 一路被他处理 我不是他想 这些不是我想出来的 而我看到经文 然后 神又会一路引导我 一步一步地去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用圣经来统统 让你的生命 被耶稣改变 实际上 我们看到太多基督徒 是用人的方法示范 所以 他们的心很急 很猛 很不开心 很大压力 用人的方法 会拔羊 会逼人 其实我们不用逼人 我们要关心他 那些人会被吸引 我们要关心人的需要 我们要关心人的感觉 关心人的潜质 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质都很大 你们个个的潜质都很大 你们的潜质很大 你可以大大发挥 你可以大大给神用 你可以给神提升 极高的提升 你信不信这个东西 真的 只要什么呢 只要你天天都来到耶稣 耶稣 让你的柔和谦卑来到我身上 有柔和谦卑 自然说话 和人交往 什么都会柔和 都会感受到人的需要 我很感谢神 神什么预备都好 神要为我预备 我太太 她很敏感人的感觉 很敏感人的说话 她的表达什么 真的很多次 虽然我有训练人去聊天 但我太太又会提醒我 你不听到这句 我又会说 多谢神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你就知道我的需要 你会帮我预备 由这个人来看了很多东西 感谢神 就是每一个人有他个别的需要 每一个人有他个别的生命 有他个别的恩赐能力 如果我去聆听 我看到每一个人的特点 我去欣赏 我就可以提醒这个人 靠着耶稣提醒他 如果我只是说 一套反腐 用在所有人身上 你全部都要听话 你要做什么 那时候我不是聆听你的需要 但我聆听你的需要 例如你看我吃饭 我也是这样的 拔个人出去 站在外面那里 我不会浪费时间 站在外面聊天 我会聆听 你最近如何 身体如何 和神的关系如何 了解 了解 由回应他的神 这就是我留意到他的需要 由我回应 这就提醒我 看到人的长处 人的强顾 以后我就会提醒他 这样的时候 我发觉 事服很不同 为什么呢 我发觉 那些人 聊天他觉得 有动力 他们都可以被发挥 他们可以被神使用 他们相信神的恩怜 于是他自己有动力 即是说 我是火遮头 我希望将你们 一个一个 慢慢 你看到你的恩赐 你就个个都变为火车头 都是这样向前去的时候 我们就更新了生命 我去到不同的国家 我都是这样告诉别人 就是说 你能够兴起那些人 都有同样你的心意 有关心人的心 不要只是向一帮人讲信息 你们都听了 而是我会关心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能够影响每一个人 就是说原来是这样 我就轻松了 因为神给每一个人 有特别的恩赐 你跟隔壁说 你有特别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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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找到神的恩赐 你就一直会提升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轻松 我一定会被提升 我不用担心 我前面的路 走得怎么样 一定神会帮我 只要我听话就可以了 我听话 我跟从这六样东西 神也会一直提升 我们都会很轻松 今天神会祝福我的 只要我回应神的声音 神的意念就可以了 在这一阵 我会彈琴 帮助大家 进入耶稣这种柔和谦卑 你会去想一下 耶稣就是如此柔和谦卑 我就给耶稣这种柔和谦卑 你会去犹怨我的生命 让我心里面 首先有这个生命 然后我才去侍奉 因为没有生命去侍奉 因为没有生命去侍奉 果效有时候是相反的 但当我们有这个生命 这一阵你都可以求神给你的 神啊 将这个生命给我 你都可以坐在那里 你觉得站在那里 被神摇摇摇摇 你会更加进入 你又可以站在那里 那你就在那里 在这一阵 在这一阵 在想到耶稣 站在我们面前 如何柔和谦卑 是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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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惯 游 耶稣 我需要祢 你改变我 耶稣 主耶稣 我们多谢祢 因为祢 是极度的柔和谦卑 现在祢就站在那裡 耶稣真的在那裡 耶稣没理由不在那裡 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 耶稣跟你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不用担心 不用有压力 多困难的事都好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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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耶稣 真温柔 耶稣 真意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你帮我们一阵 心都松了 如果你的心有些人 扭住你的手 扭住你的心 把你的心 扭住你的 扭住 神 把我心里的压力 扭住 让我心都松了 耶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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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把我里面的压力 全部掃清了 让我心是松的 多谢耶稣 因为耶稣 是一位很慈爱 很柔和谦卑的神 在这世上 是没有这样的神 世人是没有这样的神 因为世人想到那些神 那些拿渣那些 那些 孙悟空那些 真的很兇死 一点都没有 柔和谦卑 但是耶稣 是没有柔和谦卑 噢 耶稣 你有我谦卑 我依靠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多謝耶稣 世人 世界 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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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能在你面 一種淡色口 是我能夠釋放 釋放我們連來敬拜你 Hallelujah 你同時說釋放我的靈 讓我心鬆了 有些人好像整天都沒有釋放 因為其實有信心這一陣子可以鬆掉 神阿幫我這一陣子鬆掉 釋放我的臉 是我能釋放你 釋放我的臉 是我能釋放你 是我能釋放我 釋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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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词曲 李宗盛 爱你我跪拜你面前 参加我敬拜我们的方言 哈利欲 耶稣你真好 哈利欲 你恨我以为耶稣站在我面前 哈利欲 耶稣你真好 你真好 我真爱你啊 我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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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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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真好 哈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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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真好 耶稣你真是有和谦卑 哈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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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进入 哈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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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耶稣的表情如何 任何谦卑 一路进入耶稣的里面 被耶稣带着 哈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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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耶稣说 耶稣啊 求你向我说话 耶稣真的会 耶稣他会给你一些意念 可能神他说 你不用那么担心 不要紧的 我和你一起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耶稣都和我们一起 遇到最困难的时候 耶稣是抱起我们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你抱起我们每一个 多谢天父你抱起我们每一个 包括我在内 主啊我们都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的柔和牵兵 你和神说我需要你的柔和牵兵 我需要你医治我 我需要你释放我 我需要你改灭我 我太多靠自己 我们太多靠自己 我们太多靠自己 我们需要神去帮我们 你和神说我太多靠自己 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 就是让耶稣背着我们 我需要你帮我们的牵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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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荣耀,你真是美丽 你真是友和谦卑 当我们进入你的友和谦卑 我们发觉你的友和谦卑 真是无穷无罪,无可限量 耶稣的友和是无可限量 无论一个人怎么软弱 无论一个人怎么刚硬 神对他都是友和谦卑 谢谢耶稣 谢谢天父你真美丽 所以我们越经历他 我们的生命就越改变 我们想被圣灵与全的更新 首先我们来到耶稣那里 让耶稣天天去医治我们 天天去爱我们 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一生 原来你这么美好的 原来你这么爱我们的 原来你这么爱我们的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们的 原来你的验是这么容易 你淡静这么轻散 你是这么友和谦卑 我就感谢你 我就享受你 天天都享受神 神我需要你 哈哈哈哈 我们开声跟神说 我需要你耶稣 我拔住你 我拔住你 我靠你 我已经靠你 我紧靠住你 耶稣我需要你 多谢耶稣 有你真是圣灵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你真美 主耶稣你帮我们 每天都有时间进入你的友和谦卑 让我们知道父耶稣握的时候并不是重的 是很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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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会帮我们 当我们深深深信的时候 我们就说不用免他 令到那些事发生 是神令到那些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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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看到如来亲人神这么有 你每天都会做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很大 让神去今生改变 我希望你会 第一 我们自己委身 让神去训练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 是训练大家 首先我们有这个生命 跟着我们学到怎么侍奉 我们就去帮助 我们自己有这个行心 希望大家委身 在这里的侍奉 在这里的学习 让你给神改变 也都可以 你看到一些人需要 还有他有这个前责 你可以邀请他来到这里 去祝福更多人 多谢天父 East City 立村 天父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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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